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非常的美 有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阳洲 孤帆圆影避空境 围见长江天际流 也有 月落乌堤霜满天 江风雨火对愁眠 孤苏城外 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传 这么美的诗 这么美的景 那么 生活在那里的人民啊 一定也非常的富有诗意 你们听 这不 在山上有一个小男孩跟你们打招呼呢 你们听 你们听见了吗 再听一次 同学们 你们也赶紧想象一下 自己呀 也在这美丽的山中 青山绿水 云雾缭绕 我们赶紧跟这个小男孩也打个招呼吧 吸好气 预备 开始 再打一次 再打一次招呼吧 哇 你们的声音 都让我听见了 我感受到了你们的热情 感受到了你们的声音的美 那么 我们今天呀 也要听一首特别美的歌 学唱一首 木桐 请同学们 闭上眼睛 听一听 这首歌唱的什么 想象一下 歌词当中的美女 听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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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一首男孩 你坐在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这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一个那么美的地方,我真是太羡慕了。 那么你们听出来,这个小男孩在干什么了吗? 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我放羊儿楼上山坡。 小男孩在干嘛呀?在放羊。 那么,这个小男孩的羊啊,可调皮了。 他一会儿在山坡上吃草,一会儿又跑到另外一边去吃草。 这不,你们看,这两个小羊就很调皮。 你们听听音乐,再看一看,这两个小羊,他们俩跑的地方,跑的路线,是不是一样的? 这两个小羊跑的路线是一样的吗? 肯定不一样,对不对? 那么,这些小羊啊,不仅跑来跑去,还咩咩咩地叫。 你们仔细听,第一只小羊,它唱了什么? 听见了吗? 再听一听,第二只小羊。 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小羊,他们唱歌的谱子。 发现有什么不一样了吗? 对了,这两个小羊啊,前面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后面不一样。 为什么呢? 会不会是第一只羊,看见上面有草,它就吃了上面山坡上的草。 而第二只小羊呢,看见,哎,下面这个地方的草也很好吃啊。 所以它就下了坡,去吃下坡的草。 太有意思了。 同学们,我们跟着钢琴,来唱一唱这两行谱子吧。 准备好了吗? 准备,啦,一备,起。 啦,嗖,啦,啦。 第二只小羊。 啦,嗖,啦,啦。 你们自己试试,预备,开始。 相信你们一定感受到了这个小羊的调皮了。 那现在,我们来跟着钢琴,一起来唱一唱这首歌吧。 。 一,二,一,二,准备,起。 就上哼琴了吗 再来一遍吧 准备 预备 开始 第二端 自己唱吧 第二端 哇 你们唱得真好听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第三端歌词 在干嘛呀 这个小木桶 他是不是在跟你们打招呼 也有可能他在放羊 他在喊放羊的声音呢 所以第三端 我们要大声地唱出来 要让所有的羊都听见 就小羊回家了 准备好了吗 一哟啰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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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们唱得真好听 小羊也乖乖地听到你们的话 那现在呢 请同学们 听一听 是谁在给这首歌曲伴奏呢 唱歌曲伴奏 你们听出来了吗? 相信同学们一定能够听出来, 这里面呢,老师用了碗, 当然,老师还用了勺,都用上了, 现在你们想不想也给这首歌曲伴奏? 那么,在我们家中是不是都有碗呢? 请同学们听一听啊, 敲碗的时候,它有,听听啊, 这是敲碗边的时候, 这是一个碗边,在听碗声, 声音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请同学们呢,找到自己家里的碗, 然后呢,请你们试着敲一敲, 找出一个你自己觉得最好听的碗。 那么,同学们,你们快去找吧, 找到了,再继续。 同学们,你们找到了吗? 那现在,请跟着老师, 来跟这首歌曲一起来伴奏。 听上了吗? 听上了吗? 没有关系,如果没有跟上了小同学呀, 老师还给你们了谱子。 那么,老师敲的呢,是一小节,敲一下。 蓝蓝的天,白白的云, 一小节,敲一下。 我们再听一次。 老师啊,是一个小节,敲一下。 你们也可以试试, 你们可以一个小节,敲一下。 当然,你们也有更好的自己的选择。 那么,此处啊,先暂停。 五分钟之后,我们再继续学习。 同学们,你们练一练吧。 同学们,你们练得怎么样? 是不是有了很多自己的想法? 那现在,跟着音乐, 我们来敲一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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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样? 老师能想象到,一定特别有意境。 其实啊,在我们的家中, 有很多很多的乐器。 它可能不像真正的乐器那样, 那么的动听。 但是,它能够发出特别美妙的声音。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使用的碗。 同时,如果有木碗的, 同学们也可以敲一敲, 木碗是什么样的声音。 当然,上一次课中, 我们学做了小鼓。 你是不是也可以用上呢? 那么现在,请你想一想, 你还需要用上什么乐器呢? 我们再来跟着这首歌曲来一遍吧。 这一次啊, 老师希望再加上你们动听的歌声。 想一想, 蓝蓝的天, 白白的云, 云雾缭绕, 你在山中, 太美了。 在山中的乐器, 没懂得像。 这一段时间的 你可以帮你开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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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另有背景 老师特别想听听你们动听的歌声 老师真是太想念你们了 现在呀,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江苏的名歌 茉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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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在幽默的小花 好一朵玻璃花 满月花在一夜的火藏 我有心才一朵栽 又怕来天空不发芽 好一朵玻璃花 好一朵玻璃花 满月花花在一夜的火藏 我有心才一朵栽 又怕来天空不发芽 好一朵玻璃花 好一朵玻璃花 让老师仿佛已经到了江苏 到了苏州的园林 春天又来了 我们的小区是不是也开花了 同学们今天的课呀 就上到这儿 好一朵玻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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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 你不要再来 你不要再来